本期内容为漫画单行本的15卷 不提在物谷外围站头的格斯 在那小山村里 大批的村民们在一起的努力 他们在努力的挖坑 之后在费力的填坑 填埋的是那些烧焦的海骨 这一地区的祭司在举行丧礼的仪式 多说一句 就是这个东西叫香炉 提炉也行 它被广泛运用在基督教的各个宗派中 通常来说应该是三根或是四根的金属链条 当然单条的也有 这里三浦老师可能考虑到穷乡僻壤 然后就是香炉的风格虽然不固定 但也会长长的和教堂的风格保持一致 比如说哥特式 罗马式 这里的这个实在是太简乐了 就是一个球而已 扯远了 在一旁有个女人她掩面而泣 她害怕自己那失踪的儿子也在其中 在旁的家人和朋友们只能轻身安慰 而不远处 吉尔的父亲身着正装 但即便是这种场合 她依旧是九步离身 依旧不忘戴上自己头上的荣耀 就在她不屑众人的表现时 身后的树林里 大批的鸟儿被惊起 这时悲伤的众人才发现 丛林中那健硕的战马 那华丽的甲冑 竟然是军队 大家都被吓坏了 军队出现在这的话 难道又有战争了吗 一个个在惊讶之余 开始逃跑 大家要往森林里去避难 然而在场的祭司 却安抚大家 不用担心 没事的 但她本人也很好奇 因为在这种地方 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呢 他们是法王厅的 圣铁索骑士团 这个飞翼头 每次看到她 就会想起当初被虐的 死气活来的那种 快赶吧 骑士团首领下令待命后 她上前交涉 首先要找的自然是本地的祭司 随后她做了正式的自我介绍 他们是奉法王厅 骑迹认定局的指示前来此地 而她则是圣铁索骑士团团长 她叫法禄 这个法禄是台版的翻译 之后我还是称呼她 大家习惯的法尔纳赛吧 法尔纳赛对于为何会来此 并没有过多的解释 只是询问这里发生了什么 而老祭司 由于现场还有葬礼要举行 不太好说话 随即要求法尔纳赛去村子里 但也提前声明 无法招待你们 随即 法尔纳赛下令全军修整 帮村民进行埋葬 而他们的到来也引起了吉尔父亲的兴趣 他偷偷地跟随众人来到礼拜厅外 偷听里面的谈话 老祭司简单地介绍了下发生了什么 尤其是提到了精灵和黑衣见识 说完他看对方默不作声 他自己也觉得这些太过于离奇 然而他对神发誓自己刚刚所说全是真的 而证据就是外边那些孩子呢 但是他理会错了 这群人正是来此确认真伪的 他们就是在追踪那个黑衣见识 至于原因 法尔纳赛讲起了近些年的怪事 这几年各地的瘟疫频发 农作物收藏不佳 伴随而来的就是各种的流言蜚语 就是一些关于妖魔鬼怪之类的传闻 这两三年增加了许多的怪异现象 有很多人目睹了怪异的出现 法王廷也是有所耳闻 当然其中也有很多是没有根据的谣言 法王廷不可能一一去查明 但不可思议的是 这其中有些是有共通点的 那就是黑衣见识 据传闻 那个男子的所到之处 几乎都发生了令人惨不忍睹的血腥屠杀事件 这里这次也一样 没有人知道那个人是谁 难道说是人们不安的心理所产生的虚幻 或者说他单纯的就是一个凶恶的通缉犯 亦或是 或是他在我们的信仰中是一种重大的存在 原来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老祭司知道个大概后也不想再多问些什么了 但也知道所有的答案都需要找到那个男人 不过伤脑筋呢 因为黑衣见识 他去了误故 那里是十分的危险 到目前为止 周边的村子也曾派抢过医勇队进去 但没有人能活着回来 虽然老祭司也想帮忙 请个村民帮忙带路 但大家都知道那里的情况 他们都怕危险 然而这话没说完 一个不怕危险的人 颤了出来 竟是吉尔的父亲 吉尔的家里 他的母亲在哭泣 门外他的老伴回来了 是兴高采烈的进门 然后是一阵的翻找 他要重新穿戴自己从战场上带回来的盔甲 他亢奋不已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好运要来了 此时此刻 格斯飞在半空中 是被撞飞的 但他依旧用斩笼稳住了身形 以着大剑的他注视着敌人慢慢上前 这两个和之前的不一样 他们很厉害 原来他们两个以前是骑士 也就是说 他们很可能就是之前附近村子派出的 一员队的成员 现在的战况对格斯极其不利 甲冲如重甲骑兵外负责冲锋 格斯只能避其锋芒来回闪避 借此高速的螳螂从身后偷袭 即便是格斯能挡下他的攻击 但这么瞬间的僵持 让他露出了破绽 再一次格斯被冲锋的甲冲击中 虽然半空中他能调整身形 不至于太过狼狈 但这次短短的交锋也让他明白 不妙 很不妙 同时对付两只太吃力了 正想着对方再次发起攻势 两只虫子一起冲了过来 格斯刚刚挡下螳螂的攻击 甲冲又冲了上来 这次格斯他发狠 一个错身闪避 高举斩龙 狠狠地砍向甲冲的尖角 但还是不行 虽然命中并砍掉了一脚 但关键时刻对方后退了 他躲掉了那致命一击 而且此时此刻 他们也完成了一前以后的包夹 这次是躲不掉了 即便能闪开眼前的旁然大物 也躲不过身后螳螂的速度 怎么办 怎么解决这种前后夹击 怎么办 在他们两个冲上来的瞬间 格斯想到了方法 同时解决到他们两个就可以 想到这儿 格斯的一只举了起来 同时他的右手横握斩龙 将剑柄搭在一只上 然后对准冲上来的甲虫 开火了 执行一声巨响 前面火焰四射 身后的螳螂也被一刀两断 实在是厉害 格斯的战斗嗅觉太灵敏 就在那么一瞬间他想到了最优的解法 火炮对着甲虫 斩龙搭在一只上 横在身前 以自己身体为轴心 利用火炮那强大的惯性 拖动斩龙 斩断身后的螳螂 但是这神来一笔 虽然斩杀了两名敌人 却对格斯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他再也撑不住 跪在地上大口地吐血 脖子上的伤口也血流不止 虽然没有伤到动脉 但继续下去的话 绝对会 但就在他将手伸进胯包 想要找些药物时 他发现自己的手上满是磷粉 对啊 那个家伙 曾将这个袋子当成他的住所 里面被他洒满了磷粉 刚刚的两个敌人慢慢地变回了人形 格斯坐在这遍地的石骸中摸着伤口 低声地咒骂道 可恶啊 对了 这里敌人变回人形是个小细节 此时此刻 同样喊着可恶的还有巴克 冲进迷雾的 他大喊大叫地给自己打气壮胆 但结果毫无反应 而且眼前的误故 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 这里真的是美丽的地方 巴克这家伙彻底躺平 他完完全全地放松地躺在荷叶上 一脸歉意地他 不仅吃惊于这里秋天还能开这么多的花 而且他竟然还有种熟悉感 但那是什么 他也没有深究 因为巴克他不善思考 突然一阵嬉笑声传来 吓得他赶紧躲进草丛 远远望去是几个小孩子在玩球 巴克很清楚 他们就是袭击村庄的那群家伙 但看着他们他在蠢蠢迷动 就这样看着看着他不受控制的要飞出草丛 很快他意识到这是不行的 但看着他们快乐的样子 尤其是那个球 巴克他陷入了挣扎 只能说这就是单细胞生物和鹰鹏一样 行动快过大脑 反应过来后他已经在人群里了 看着他们一个个聚在一起嘀嘀咕咕 巴克连忙化妆 就这样竟然真的是成功潜入 对方友好地将玩具送给了巴克 但入手后巴克惊了 这是巴克的表情 这是巴克的状态 彻底的僵住了 幸亏啊 这时候他们的女王带了新同伴回来 使得他们撇下了可疑的巴克 而巴克也担忧急而跟了过去 就这样 这颗人类的眼球 他们之前的玩具 被丢弃在草丛里 当巴克紧随其后 跟了一段距离后 他发现 谷中央是一棵巨大的山树 巴克震惊地看着他 在这棵树前 在他的感知里 是扑面而来的大批的精灵 他们一个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那种感觉一瞬即过 但现在来不及多想 因为吉尔和洛西奴一起回来了 坐在树下 洛西奴再次安慰吉尔放松 甚至一群小妖精 不仅带来了水果 还为吉尔带上了花环 洛西奴看着这一切 为自己的朋友 介绍着自己的宝物 这里很不可思议 他一年到头有花盛开 有果实能吃 冬天一点都不冷 在这儿 不用担心挨饿受冻 就和当初在村子里一样 但不同的是 这里是我们的世界 这里是精灵的秘密花园 这里不允许大人靠近 这里只有我们 洛西奴亲密地对吉尔说 假如自己早知道这里这么棒的话 一定早早地就带你过来了 因为这里是孩子们的乐园 再一次吉尔询问 你是否愿意加入我们的行列 面对着好友的邀请 这次吉尔他有些动摇 但也只是动摇而已 他只说对不起 不知道 洛西奴也知道不能逼得太紧 他留出今晚给吉尔考虑 但也提出了一个扎心的问题 你在那个村子里有什么快乐吗 有比这天空飞翔更快乐的其他的事吗 这句话 这个问题一直在吉尔的脑中回荡 当他坐在湖边发呆时 阿克来到了他的身边 这家伙还假惺惺地摇轰 说自己好不容易才混了进来 还说自己很厉害解决了13只怪物 当被问到为何而来时 他大言不惭地说 当然是为了救你啊 并否定之前摆平怪物的数量 涨到了15只 但很快 他又不满足于15 又涨了3个 涨到了18只 吉尔看着他一番表演后 抱着一丝的幻想问出了 那个人呢 那位见识呢 当听到巴克一脸嫌弃地说 将他放弃 不和他搭档了 吉尔有些失落 看着他 巴克则说 那家伙 上次可是打算将你一起砍死的 这句话 再次在这个少女的心上扎了一刀 但单纯的巴克并不懂得这些少女的心思 他还在不停地谴责着格斯 并说赶紧逃吧 这里太危险 但吉尔他没有动 他说出了对方对自己的邀请 巴克先是一惊 然后仔细地看了看吉尔的神情 他急了 你不会打算答应吧 面对着质问 吉尔说他不知道 他说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想要听听巴克的建议 巴克真的急了 难道你不知道吗 他们是怪物 他们并不是什么精灵 你自己也说过 他们不仅攻击人类 他们还吃人呢 但这些吉尔他都知道 不过他们在这个物骨里似乎很快乐 这里看起来也很和平 而且说到攻击 说到吃人 狼做着同样的事 如果不是人类的话 也许都会那样做 但巴克他反驳道 不一样的 那不一样 狼他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而且他们原本就是 但这些吉尔他都清楚 他都知道 但他就是找不到任何的 比他们在一起 更快乐的事 他找不到啊 饥饿 寒冷 每天担心天气 害怕强盗来袭 恐惧将要发生的战争 还有这些 甚至这些 今后也会一直的持续 此时的巴克他有些害怕 因为眼前吉尔的心中 有一股深深的恐怖感 向他袭来 他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但他还是站在掌心里 极力地劝阻 以后的事 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你的妈妈 想想你的妈妈 她一定会担心你的 但是不提还好 提到他吉尔心中的怨念 更深了 将来自己一定会和他一样 不论别人如何欺负 他都不会生气 自己的孩子被殴打 被欺负 他只会在暗地里哭泣 难道自己也会是那个样子吗 此时 吉尔的手在慢慢地发力 因为他想到了他的父亲 会不会自己将来也和他一样 心情不好就打小孩出气 想到这 攥着巴克的手 再次发力 一定是的 自己一定也会是那样的 因为自己是他们的女儿 终于巴克疼得大叫 唤醒了吉尔 他连忙对差一点 被捏碎的巴克道歉 也就是在这时 他们身后的草丛里 一大群精灵 成群结队 悄悄打打地站好了队伍 他们有的扛着树枝 有的拿着甲虫锋利的肢结 和厚重的虫壳 还有的 骑着蜻蜓 他们一个个看起来是兴高采烈 原来 这是他们的战争游戏 很快 双方准备完毕 只见一个戴着胡子 骑在蜻蜓上的孩子 手一挥 大喊着 展开突袭 底下一个个有模有样地 开始发动攻击 吉尔一脸凝重地说 还挺逼真的嘛 看那一旁巴克是再次地蠢蠢欲动 但转瞬间两人瞪大了双眼 两队接触的瞬间 雪叶是漫天飞舞 四周全是断屁残骸 那鲜血染红了草地 也染红了花朵 那不是游戏 那是真正的厮杀 更令人恐怖的是 他们在跳舞 他们在欢呼 只有人才会在杀人之后 那么的高兴 只有人类而已 要不然 要不然就是怪物 就在这时 两个小妖精从他们身前跑过 当前面的逃跑那个被扑倒后 追赶而来的 嘴里喊着攻击大人 身体则慢慢地变成黄蜂 他从胯下伸出了他的针刺 他趴在那个倒下的同类身上 一阵挣扎后 黄蜂的尾针上沾满了血液 那场景将吉尔吓到 他大口大口地呕吐 突然几个小妖精飞向这边 他们几个协力地插着他们的战利品 他们要将他送给吉尔这个将要新加入的朋友 他们邀请吉尔品尝他们的战利品 吓得吉尔大叫 下意识地将他们打落到一旁 这一下将那几个小妖精打蒙 也将他们的战利品打落在草丛里 而且相信大家还记得 他们在死后会变回去的 也就是说 眼前的草丛里已经布满了尸体 但由于刚刚吉尔的那一下 这些小妖精们发现 女王带来的不是精灵 因为他不接受 他拒绝了大家的礼物 他是假扮的 所以为什么呢 难道他不是同伴吗 现场的气氛现在是越来越紧张 巴克再次使出之前的摔跤器 但对着的是吉尔的耳朵 将他弄醒后 小心提醒 快逃 别发愣 尽量慢一点 轻一点 不要刺激到他们 当吉尔捏手捏脚地走出一段距离后 巴克大叫 就是现在 快跑 就这样 第二个夜晚 小女孩又一次开始了夜下的行程 对比一下之前的这个场景 你有何感想啊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内容 老样子 谢谢朋友们能看到最后 我们下期再见